針對中共2月19號驅逐《華爾街日報》三名記者 川普週二表示 政府會就此事做出決定 據報 美國正在考慮是否採取嚴厲措施 驅逐幾十到數百名中國記者 談到新冠病毒傳播 川普週二表示 美國疫情得到控制 白宮一名發言人週一表示 白宮準備向國會要求緊急撥款抗擊病毒 對此 川普週二證實 將要求撥款25億美元 用於幫助國內和其他國家抗擊疫情 《華爾街日報》報導稱 美國製藥商莫德納公司週一表示 完成第一批疫苗開發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週二宣布 有望4月底前進行第一次臨床試驗 川普週二還說 疫情控制情況很有好轉 週一 美國確診53例新冠病毒患者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週一表示 川普親自參與控制疫情工作 包括敦促公司儘快開發疫苗 新唐人記者 畢心慈 張琦 綜合報導 告一 爸爸 rear發疫苗 中國婚活躁 膳活躁 超過 TPW 黃泰秦 歷哨 F 紫瓦